这个车是塞的满满当当的 我的天 搞得是生无可恋 现在呢我们开始去找那个 去拉加扩特的公交车 感觉这个又要快下雨了 终于找到了去那个拉加扩特的车 豪华大巴 上面都挤满了 我们又坐上了去拉加扩特的车 刚才那辆坐满了 幸好它是这种流动式的 所以我们坐上了第二辆 然后要等个可能十来分钟 然后出发 天天坐这边的车 搞得是生无可恋 真的 希望能到那边去 拍到我们想要的那种风景 在离开尼泊尔之前震撼我们一下 让下次来要再来尼泊尔的那个欲望 就强烈一点 这个车是塞的满满当当的 我们经过可能半个多小时吧 然后排山公路我现在是终于到山顶 看这山顶上面还有一个 感觉是一个小集市的感觉 这里竟然还有OVO酒店呢 在山顶上有这么好的酒店 不得不佩服这边的这个旅游业 真的是做的特别特别的完美 山上这么好的酒店 今天找了一个这个酒店看起来是比较干净的 在这个山上 我觉得比家的满度的还要干净 窗外的风景 然后我们是住了两间嘛 那个鞋底间我和饺子一间 给他谈到了那个1500一间 混合成人民币的话就是75块钱的样子 但是山上的话空气比较好 这里的海拔呢已经是接近2000左右的海拔了 嗯 非常非常不错 但估计一会儿又要开始下雨了 希望那个明天运气好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那个雪山 如果天气好的话 我们面前这一排都是雪山 现在饺子我俩真的是没有钱了 淡尽凉结今天晚上饭都不敢吃 没有换钱因为饺子也要走了 我当时想着也要回国了 所以没有钱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那个 白了 白了 一共还有500多一点点 没有 我刚刚没有一些 我这儿还有500 您那儿还有多少 我这儿还有1000 错 错一错 我这儿还有几千 够了 够了 你还有几千块啊 你是最多的 我刚才幸好又翻出来500 今天晚上饭都不敢吃 我们都决定不吃饭了 我还有一百的这个印度的钱 这个是人民币8块钱 安顿好我们的房间以后呢 我们现在出来转一转 现在有点下小雨 现在海拔就是2000左右 可能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凉意啊 你看雪地的裤子你自己看 哎呀这全家的孩子这样没办法呀 就是想换条裤子 我都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决定下决定 等一会给你撕烂了 你就必须得换了 不怕换不掉了 这个家都满足的公交车 上车的时候裤子还是好的 下车的时候裤子全都 都气坏了 你现在先找个地方 你吃吃饭吧转一转先 山里面反正感觉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空气清新 主要是前段时间在南平尼那边是被热热怕了 然后一到这里我一下感觉舒服多了人 反正我自从走了EBC以后 我就特别佩服尼泊尔这边旅游业做的是非常好 大山里面同样有非常好的酒店 在国内就不太行 我看这小阁楼前面还有烧烤 田园生活呀向往的田园生活 真的还是蛮有特色的这个 哇 你看这汽车这个报废的汽车里面也是那个 坐着在里面吃饭吧可能 哇真的非常有特色 真舒服 微风许许的 那晚上吃的这个鸡肉汤面我特别喜欢吃这边的这个汤面挺好吃的肉有多啊吃完饭做了一会儿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休息因为计划的是明天早上4点钟起来看能不能看到雪 雪山 现在又开始下雨了然后雾也起来了 不知道会不会耽误我们明天看雪山的行程 反正闹钟是已经调好了4点 先安排一个人早上起来 先看看可以看让其他人再起床 愉快的一天又结束了希望明天我们能有个好运可以看到雪山 现在休息了然后明天再见吧谢谢大家的关注哦